财经天下现在播报 财经天下是由老杨到处说 和加美财经联合制作了一档财经节目 欢迎收看 今天的要文 中国发布优化疫情的防控新十条 无症状和轻症可以居家隔离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2023年的经济工作 华尔街大行的掌门人齐声唱衰美国经济 更多的财经要文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一一做一些分享 首先谈的是股市的简报 由于华尔街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加剧 当地时间12月6号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 纳指跌2% 标普500指数跌1.44% 道指跌1.03% 投资者对中国重新开放的乐观的预期 推动了热门的中概股多数的上涨 接着收盘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了1.32% 随着投资对中国经济复苏的热情逐渐的冷却 12月7号 A股早盘走低 下午受防疫优化新市条发布推动了股市的上涨 接着收盘 负指跌0.4% 深层指涨0.17% 创业板指涨0.87% 今天港股同样表现不佳 下午收盘 恒生指数收跌3.22% 科技指数跌3.77% 到市场的热点做一个归纳 12月7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和组 发布了进一步优化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有关四项通知 十项措施 那么具体呢 提到要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 按楼洞单元楼层住宅划定高风险区 不得随意扩大 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的风控 还有讲到了这个优化核酸检测 优化调整隔离方式 落实高风险区的快风快捷 保证群众基本购要的需求 等等的事情 十条又近日不得放宽 加上前面二十条一共三十条了 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 一般都这样 条条 千条线万条线 落到底下看不见 12月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3年的经济工作 那么得到了稳制当头 稳中求进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经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加强各种 这个项政策的协调贩盒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推高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置 说的也比较多 有关人士要把明年的GDP增长 设定的5%左右 这个比较高 但是其他有些官员 担心5%的目标 可能过于雄心勃勃 第三 由于外部需求持续的减弱 新冠疫情形势不断恶化 导致的生产中断 国内需求的下降 中国11月混进出口 都出现了急剧的收缩 而今天 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以人民币的计价 中国11月出口同比增长0.9% 进口同比下降1.1% 以美元计价 中国11月混的出口同比下降8.7% 11月进口同比下降10.6% 彭博社的统计数据说 这是自2020年2月 中国贸易而受到疫情打击以来最大的降幅 12月7号 彭博社报道 安踏体育考虑将亚马芬体育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IPO 亚马芬是威尔西网球拍的制造商 安踏和联合投资者正在跟投资银行就IPO进行初步的磋商 交易可能筹集约10亿美元或更多资金 包括十募股权公司方言资本在内的投资者 考虑明年最早明年上市 柳台积电周二宣布 扩大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金元厂投资至400亿美元 2026年开始生在三纳里 路透社说台积电议计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两家芯片制造公司 通厂投资后年收入将达到100亿美元 另据CNBC的报道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在一次活动中说 正式公司将从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新工厂采购芯片 12月6号 彭博社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已经降低了 他未来推出L5级全自动驾驶计划的野心 并将该汽车的目标推迟日期延期了一年一年 可能要在2026年才出现 这个项目的一个重大转变是 苹果目前正在计划一种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自动驾驶设计 那个设计包括方向盘和踏板 只支持高速公路上的完全自动的驾驶功能 第七由依据经济衰退的风险计幅增加 华盛顿的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试图在美国可能出现经济衰退之前控制成本 根据12月7号CNBC的报道 摩根斯坦尼将在全球换年内裁员有2% 裁员的人士约为1600人 截止第三季度末 摩根斯坦尼聘雇的员工超过了8万名 疫情爆发前为6万多名 路透社也报道 贝莱德首席财务官加利谢德林说 公司正在冻结大部分招聘公司工作并削减开支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苏德卫表示 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之下 高盛也可能不得不在某些领域进行裁员 美国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 也表示接受了彭博电视访问说 由于决定离职的员工越来越少 公司正在放缓招聘步伐 涉足在经济下滑之前控制员工的人数 都在裁员 比8 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当地事件12月6号 刮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百分之55的美国受访者表示 他们正在经历的通胀带来的经济困难 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5% 通胀 裁员 美国经济的衰退 这几个关键词大家都要留意 好了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投资的风向标 由于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 威胁到消费者的需求 各大银行都在明年经济恶化做准备 星期二 高盛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高管 在讲话中 齐声唱衰 所以美国经济几率不加剧的投资者们的担心 高盛的CEO苏德威说 美国可能会在2023年出现经济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吉塔 戈皮纳特表示 进入2023年 全球经济增长将普遍放缓 美国经济在2023年 预计会平均的增长1% 避免衰退的可能性真的很小 到了2024年美国的失业率 预计会从现在的3.7%上升了5% 这通常就意味着经济已经衰退 戈皮纳特说 在欧洲欧元区也有一半的国家将在今年冬天出现经济收缩 他说因此这个地区欧元区的经济将出现大幅的放缓 那么在这种普遍的悲观意气中 投资者应该如何平稳度过衰退期呢 不妨把目光转向债市 这个有一个公司 Tracy这个咨询服务公司建议 投资于近24万亿的美元的国债市场 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的债券 明年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在经济再次衰退的情况之下 债券 过去的数字表明 经济衰退的时候 通过投资美国政府支持的债券 来规避风险的投资者 获得了相对比较高的回报 在过去四次的经济衰退中 政府担保的债券的平均回报率 超过了投资级债券和高收益垃圾的债券 联合首席投资官基斯·勒纳和战略 那个Trister战略团队 在2023年的展望报告中表示 这段话很有意思 历史表明 在经济放缓期间 投资级和高收益公司的债券的表现 都不如美国政府的债券 基于我们意计 明年经济增长将放缓 建立着进入2023年之后 注重固定收益分配的质量 美国国家支持的债券 好了 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环节 重点资讯的解读 今天中国发布了优化防疫的新十条措施 对于进一步开放去有重要指导意义 意味着中国可能把重点从防疫工作开始转到经济的发展 昨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明确这一点 表示了稳中求进 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的好转 对吧 明年的基调定了下来 那么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是重大的利好 这仅仅就短期而言 仅仅就短期而言重大的利好 昨天的分析中我们提醒大家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经济水平 为了达到5%的增长目标 还要有一段路要走估计过于乐观 完全放开之后 其实中国经济要面临很多的挑战 首先要为完全放开之后的橄榄槽做好准备 但无论从基础医疗设备还是疫苗接种方面 中国好像还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前期工作 彭博社追踪的一系列早期指标显示 由于新冠疫情的恶化 中国经济可能在11月就出现下滑 如果活动和生产继续中断 这种情况要持续到12月 经济学家现在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只有3.2% 此外 中国的完全开放带来的经济影响要逐渐的显现 纽约的梅隆银行策略师提醒 全球都应该为通货膨胀的影响做好准备 因为每次重大的重新开放 都一定会伴随通货膨胀 好了 随着世界经济的放盘和主要经济体提高利率 以对抗仍然高企的通货膨胀 外部需求也将继续的疲乱 而来自东南亚工厂的竞争正在加剧 这些正在恢复疫情后的新常态 这是疫情恢复之后的新常态 而中国正在从疫情风控和疫情爆发 带来后遗重中要完全走出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短期内 中国的进出国贸易将继续面临挑战 IMF的第一副总裁哥皮纳特 那么在华尔街日报的西欧委员会主持的讨论中提到 中国的经济前景已经明显变暗 那么正如疫情的那样 中国的经济疲乱来自于持续的动态清廉封锁 所陷入困境的房地产的产业 目前个人消费已经疲软 流动性低于疫期 此外劳动力真的减少 生产率正在下降 在疫情之后重新开放经济 对中国来讲不是利好 是重大的挑战 因为过快的放宽 可能会使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 这十月份IMF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期疫期 从百分之六已经下调了百分之四点六 哥皮纳特表示 在一月份我们的疫期还会更低 大家都做好更低的准备 财经天下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观看